我们跟世界上古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软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长沙马王堆汉墓 是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其中出土的T型薄化 以毛笔绘制于丝薄之上 将源自神秘上古传说的众多祥瑞元素 与天地人和谐共生出一幅规律的景象 作为后人了解华夏民族天人合一思想的源泉 T型薄化反映了怎样的宇宙观 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 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玉燕娇 就此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这个是一号幕幕主出土的T型薄化 T型薄化在前侧 也就是水上品清单里头 它是叫做飞衣 飞就是那个飞声之一 它那个飞是幕主灵魂升天的一个媒介 玉燕娇介绍 T型薄化是汉代丧葬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会有死者画像 出殡时用竹竿悬挂起引导作用 入葬时覆盖在内观上 其作用与以礼济西礼记载的明经有相似之处 使引导幕主灵魂升天的媒介 愿幕主灵魂穿上飞衣飞生 使幕主重生 薄化内容从下到上的绘画内容 可以分为地下 人间和天上三个部分 地下和天上分别象征音符和仙境 薄化中部绘画的双龙穿臂图案 则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 下层是对幕主人的祭祀场景 上层描绘的是幕主人的升天画像 中心位置会有一位衣着华丽 手主拐杖的妇人 在三个侍女的拥促下面向西方 与迎接她的天界使者相会 她就是墓主 心追伏人 替形薄化它所表现的天地人 它里面的一些图像 有很多是想象的 比如说地下的一些神怪 但是天上的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太阳 月亮 这是他们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有一些是他们想象的 有一些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玉燕娇说 替形薄化布局完美 图像生动 色彩鲜艳 把神话 想象和现实生活完美统一 表现了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追求永生的幻想 其实它这个就是反映先秦以来 到两汉时期 这个人们的一个宇宙观 它是对时间和空间 包括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 玉燕娇说 所谓宇宙观是不同时代的人 对天地人相互关系的总体认识 宇宙一词最先建于 先秦诸子百家的论述 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认为 宇宙并不是一个固定模式 而是一个变化流动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 它循环运行永不衰竭 比如一年四季交替运行循环往复 太阳东升西落等 那么人 他也是有一个循环往复 他就是也是一个生死 是一个轮回的 十号 他就想他的这个灵魂 而深入 先进 轮回不朽 所以他就是追求这种生命永恒的这种主题 基于对宇宙循环往复的认识 古人对于生命的延续极为重视 首先是希望活着的人 尽可能延延益寿 其次是希望死者灵魂生鲜获得重生 正如礼记《焦特生》中说的 魂器归于天 行魄归于地 体型薄化的存在 就是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 古人的生死观表现为灵魂不灭 超越死亡 他们向往的理想境界是 与天地息奇寿 与日月息同光